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了 大家好 在8月1號星期六位於珠海斗門的招商伊雲華府正式開盤 而我們現時身處在國內的同時阿羅也是陪伴了我們的客戶去到現場搶貨 那這條影片不用說當然是整個搶貨的過程會拍給大家看的 那但是同時間我在這裡才想說一說其實這次這位客人是有點特別的 因為客人不是來自香港是來自澳門的 那這一點也是我們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因為除了香港的觀眾會看到我們的影片會問我們的意見會經我們的購買之外 亦都有澳門的觀眾會信任我們成為我們的客戶 再加上今次的澳門客戶是屬於第一批 國內和澳門屬於一個有限度的通關之後 可以找他回內地就立即跟著我們去看樓的澳門人士 那這點也是值得我們鼓舞的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就看看當日阿羅是怎樣辛苦地幫客人爭取到單位 早安 今天是8月1日 我小弟又去到哪裡呢 就是來到珠海市去幫客人去抽獎 上次如果有看過小弟在恆大雲錦那條影片的話 相信也都知道我們資家兄弟這邊很喜歡幫客戶親身親自去處理樓盤的 今天就一樣了 幫客戶一同前往珠海市等門區一個招商依雲華府 去嘗試看看買不買到合心水的單位 那就不會考慮購買了 稍後我會拍攝多一些現場的實際情況 讓大家在香港的時候都會了解到這個盤的銷售情況 亦都希望客戶大家亦都可以選擇考慮我們自己的兄弟這邊 今次大家買不到不要緊 都是說一句可以找回我們幫忙 下次8月份他有機會再開另一新洞的時候 一樣可以找我們幫忙買 需要少許心機才能買到的 很多經紀會跟大家說買不到 買不到買不到 因為不夠當地人搶 不夠當地人搶其實很簡單 因為沒有人幫你搶 但是找我們資家兄弟幫忙 隨時可以幫大家搶貨回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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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下雨,大家可以看到嗎? 現在我的人就在朝霜伊雲華湖上面了 那麽呢,就... 今天下大雨,希望有好消息 有好消息就再同大家報備一下,好嗎? 大約10點,10點鐘就開始設計 問題是10點半就可以搶 要等到10點半才可以搶 是,正式可以搶 我都會搶20點 20點可以搶 但不是之前就已經可以搶到 之前已經鎖了房號,上面一樣鎖了房號 這邊先坐一下 這個是客戶的,然後房號是未寫的 到時如果有房號我出來 我就幫你填上直接過去,可以消控它了 OK 發展商美食,早餐區 預留一些食物給大家 吃個早餐去選房 今天人很多 現場銷售中心人頭湧湧 大家都鬥搶房 今天二期開盤 早上等抽獎的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現場情況 我要搶貨 這邊怎麼搶貨 搶貨 很多人搶貨 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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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美都美 看多了啊 找三个 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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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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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火全火 都放下饭 現在到了 全部人是不是? 到了到了到了 來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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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到了到了 回來了 可以拼啊? 還沒可以啊? 還沒贏啊 還要等誰暇? 還沒知道是等一個通知 怎會幫他等一個通知 是否最好 開始營購 這個就是銷售經理 就選擇房間 我們客戶都換到高樓層 成功換到高樓層 現場情況 大家去看看 不要緊 大家可以看到 客戶還未認購手續 隨便打 快快快快 哈哈哈哈 好 成功幫客戶搶到單位 現在已經是12點半了 都還未搞定 大家可以看下 現場人頭湧湧 好成功 今天也幫到大家 自家兄弟的客戶手 客戶雖然 好現實講句 因為客戶的要求 都是高樓層的 但都算是成功了 選到一間高樓層 高樓層的單位 也都不是頂樓 不是頂樓 二十幾樓的單位 有時候就沒辦法了 買樓就是這樣 考慮哪間經紀代理行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希望大家可以選擇 我們自家兄弟 很現實跟大家講句 都是選回自家兄弟 為何選自家兄弟 因為自家兄弟 就是Norman我自己呢 親自幫大家去選樓 親自幫大家來珠海現場 去選單位買樓 全程 很多時候 香港業主 大家都知道 香港業主 都對這個盤有興趣 但都過不了來買 問了很多間經紀行 的說法 都是買不到 但是 都是說那句 你找自家兄弟 自家兄弟幫到你 大家看 今天下雨濕濕 好大雨 大雨 泉士 都幫客人過來抽獎 前面就是我們的專櫃客戶 自家兄弟客戶 相信我們才可以 成功買到優質單位 大家看多次 蕭霜伊雲華府 沒有啊大家的 我自己親自過來 對啊 請沿出海大道 繼續行駛 13點1公里 請保持直行 走奪 走走這個山出島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是拱北口岸 剛剛就車了個客 回到拱北 那我今天這組客人是澳門的 澳門的自家兄弟的粉絲 經過我們購買招商依雲華府 那就搶到一個合心水的單位 現在下大雨 簡直就是超大雨 大家可以看看 到今天的旅途就差不多了 食工光客買了立心水的樓盤 小弟也是功成身腿 那是時候呢 那也要回歸了 回到哪裡 回深圳 我這裡珠海拱北 回深圳三個小時 大家再看看 熟不熟悉這邊的地方呢 珠海站 自家兄弟就是這樣當下買樓了 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要選自家兄弟呢 這麼多中介朋友 對嗎 對嗎 這麼多中介朋友 為什麼要選你們自家兄弟呢 對嗎 對嗎 大家想想想想 好 橫風橫雨 今天 橫風橫雨 嘩 嘩 真是 暴雨 簡直就是 大家感覺不感覺到暴雨 大家如果真是知道8月1號 8月1號真是狂風暴雨來的 今天是珠海這邊 由早上到晚上都是這樣 好啦 拜拜啦 回去啦 回深圳啦 小弟 就這樣啦 拜拜啦 大家都看到 阿Law由當天的一早上 下著大雨 陪客人去到現場 搞了幾個小時 終於呢 都叫做搶到深水的單位 也都反映回我們的銷售團隊 是好有心為客戶爭取最大 最佳的利益 以今次澳門客人為例 其實在疫情的初期 已經有聯絡我們了 後來呢 也都逐漸有封關等的安排 上不到去看樓 那麼我們的團隊 也都有不斷被很多 關於珠海這邊的樓盤 資訊給我們的客戶 最終呢 是這一次 開關啦 終於過到這邊 迎購單位 期望未來呢 都會有更加多的觀眾 會是考慮 經我們這邊呢 去找不同的樓盤 也都會信任我們的努力 而關於今次呢 澳門和國內 一個叫做有限度的開關 也都是體現到 雙方互信的一個關係 在這裡的 那麼我們呢 也都引發到一個話題 會是希望呢 在之後的影片裡面 會詳細去講一講的 那麼這裡呢 賣個關字先吧 最後多謝大家 一直以來呢 都支持我們自家兄弟 希望未來呢 我們是可以帶到 更加多大灣區的資訊 包括一些樓盤以外的話題 和一些生活上的分享 今集的內容呢 就到這裡了 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 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 去和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弊 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 例如樓盤附近是有營運不到的商場 死值的街鋪 公路 或者電塔 以至到紅線以外 不屬於樓盤的空間 我們都會最真誠地告訴大家 一直以來都把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 或是想諮詢意見 或是想獲取樓盤的資料 都歡迎你透過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 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們希望今後都繼續能夠幫到大家 最後提多次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